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开通为企业量身打造的冠结专列每周一趟 帮助冠结运输产品前往欧洲市场 9月份接踵而至的两场台风 使得冠结大量产品无法通过海运正常运输 幸好有夏融欧企业专列通过铁路运输 抢回时间缓解危机 大家都知道有个台风的关系 所以变成我在去欧洲的那个时效都delay掉 delay到我必须要抢时间 我就正好可以利用这个铁路 省了两个个礼拜时间 今年前三季度 冠结公司通过定制搬列 出口890个标箱 获值1.03亿美元 占夏融欧搬列总获值的90.35% 自2015年8月开始运营以来 夏融欧搬列以速度快运费低等优势 深受市场与企业的青睐 目前搬列从最初的每周一列 到如今每周两列双向对开 大批电子 机械 五金 服鞋等产品 搭乘搬列前往欧洲 出口货值占比较大 近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引发了中欧搬列建设发展规划 2016-2020年 全面部署未来五年中欧搬列建设发展任务 这是中欧搬列建设发展的首个顶层设计 规划明确了中欧铁路运输通道 枢纽节点和运输线路的空间布局 统筹利用中欧铁路 东中西三条国际连运通道 不仅连通欧洲及沿线国家 也连通东亚 东南亚及其他地区 规划中 在内陆主要活源地 主要铁路枢纽 沿海重要港口 沿边陆路口岸等地 规划设立43个枢纽节点 建设发展43条运行线 其中 厦门作为沿海重要港口节点 并规划了厦门至波兰罗兹的双向直达搬列线 而目前 下中欧搬列还是利用成都至罗兹的既有直达专列线 规划提出 将中欧搬列打造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和良好商欲度的世界知名物流品牌 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平台 根据规划 下一步 下中欧搬列将积极提高运行效率和效益 注重回程货物的运量提升 并加强东南亚市场开发力度 加强与中西部地区城市的合作 打造向东连接东南亚地区 向西横跨欧亚大陆的国际物流大通道 本台记者报道 建立公平可及系统连续的分级诊疗体系和更高质量的医疗服务体系 是第十二次党代会确定的今后五年目标任务之一 记者从事卫生寄生委了解到 下一步 我是将继续在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水平上下功夫 进一步推动家庭医生签约 确保医疗卫生事业又好又快发展 每周一上午海仓医院新内科门诊医师李文明 都会来到松宇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做诊 向患者提供各类慢性病的诊疗服务 避免一些舍禁求援 因为有些病他不一定要全部到大医院看 第二点是一个建立一个信任制度 使群众和百姓对社区医生的信任度就大大的提高 然后病人就更愿意来社区 随着分级诊疗制度改革的推进 厦门市三级综合医院和海仓医院的专家 都会定时定点下到全区四个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机构坐诊 并充分发挥施带图的作用 使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机构的三十多位全科医生 全部完成了一遍跟班轮讯 贯彻是党代会的工作要求我们提出的一个目标 我们主要是从提字提向 把好的人才引进到我们海仓的综合大医院 综合大医院的医生专家进到我们的社区来服务 我们社区的前科医生下到村区去服务 来提升我们的整个服务的质量 据介绍 下一步海仓区将引进约200名医疗卫生人员 力争新增高端未及人才达30人 同时继续加强专家下社区的服务力度 使基层医疗单位的年门诊量提升20% 基层门急准量达到72万 这个通知单跟这个医保卡到卫生所 卫生院的医生要到那边 为我们签约这个家庭医生 廖爱英市同安区红堂镇龙泉村的村民 患有高血压病已经十多年了 这天中午 村卫生所的乡村医生陈水阔来到他家 宣传签约家庭医生的好处 陈水阔告诉他 签约家庭医生今后在家门口 就能够享受到镇里卫生院 全科医生提供的医疗服务 为了尽快铺开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宏堂镇卫生院充分发挥乡村医生的基层网络作用 利用中午或晚上班外时间进村入户 采取分片包干责任到人的模式开展工作 目前在宏堂镇的三万多村民当中 已经有7800多人成功签约了家庭医生 截至10月21号 全市共上线签约34万8000多人 其中同安区成功签约79000多人 提前完成了今年家庭医生签约覆盖率的目标 我其共有132个村鸡 有328个乡村医生 他们分布在各个村里面 那作为乡亲乡女乡亲的 他们利用这个茶医饭后夜间进村入户 能对人面对面的进行宣传 他们将政府对百姓实实在在的重大利好政策 简单明了的宣传到位 下一步 同安区还将及时调整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内容 将医疗 护理 健康教育等项目 逐步纳入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范围 并通过年度考核 不定期督导检查等形式 确保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工作 持续推进和健康发展 本台记者报道 今天上午由市政协主办的同心同行风雨同舟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书画影作品展 在张雄书画院美术馆开幕 市政协主席张建出席开幕式 这次展览将持续到10月28号 期间共展出100多幅优秀书法 绘画和摄影作品 内容涵盖和谐社会 幸福生活 城市建设等各个主题 其中不少作品还展现了 在抗击台风墨兰地中 厦门市人民众志成城 抗台抢险和灾后重建的感染画面 作品从不同侧面和角度 展示了市政协和各界人士 投身美丽厦门建设工作的美好画卷 描绘了厦门市各民主党派 与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 凝聚共识 助推发展的光辉历程 主要是表现市政协的履职 还有这一次抗台救灾 还有社会各界 为厦门各项发展 做贡献的一些画面和俗华内容 凝聚社会各界的力量 为我们建设五大发展四环市 做贡献 来激励全市的民众 共同为这个出力献祭 本台记者报道 解放军报昨天发文 狂风和索剧 有咱子弟兵 厦门居民抗台救灾 恢复重建计时 文章说 驻军与当地干部群众携手抗灾 创造了台风防抗史上的奇迹 续写了全国双拥模范城的绚丽篇章 文章说 木兰地登陆不到两个小时 厦门市民们发现 大街小巷处处可见身着迷彩服的子弟兵身影 据不完全统计 第31集团军1220名官兵 厦门警备区1440名官兵 700名民兵 驻厦门海军部队400多名官兵 武警厦门支队 边防支队 消防支队 海警三支队 2700多名官兵 组成数十支救灾抢险突击队 党团员先锋队 投入救灾一线任务区域 历时近十天的抗台抢险和恢复重建 解放军和武警官兵 转移救援群众7673人 清理疏通道路445公里 完成加固堤坝3000多米 扶正倒幅数目4.5万多颗 木兰地也给厦门带来了巨大的创伤 官兵们抢险救灾无所畏惧 每个人都把中秋节当成劳动节 厦门市领导说 有此地兵 厦门地铁一号线车站装修设计方案 今天出炉 地铁车站长什么样呢 请倩倩给大家介绍一下 好的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地铁一号线车站 以大错迎兵为设计主题 采用一线意景的设计原则 从设计上看 具有造型简洁 色彩素雅 材质清透 地域特色等整体风格 既能高度满足地铁的公共交通运输的基本功能 又具有能贯穿全线传统文化的内涵 厦门地铁一号线穿越老城区 新城区 以及集美加根风貌保护区 建筑元素及文化符号鲜明 错是闽南地区特有的建筑形式 地铁装修提炼闽南古厕建筑中标志性的建筑符号 通过现代的设计手法将闽南古厕的人字梁结构 运用到车站公共区的天花造型中 并将此闽南建筑风格中特有的建筑语言贯穿于厦门地铁一号线全线的车站装修设计中 提升了整体空间的高度和质感 丰富了车站的空间层次 突出了全线装修的主题风格 将原本压抑的地下车站空间打造成舒适而充满地域特色的建筑空间 设计秉承一线意景原则 全线一般站整体化一 重点站突出建筑空间格局的区别 在系统化 标准化 魔术化 工业化的设计理念之上 形成厦门地铁一号线强烈的装饰格调和视觉记忆 空间色彩方面 厦门地铁一号线的装修色从闽南古厕中特有的砖红色中提炼 色彩运用到墙面 柱面的色彩体系中 强调闽南古厕的色彩记忆 在单纯中求变化 在对比中求调和 在浅淡中求后润 营造素雅明快的色彩环境 同时装修色也呼应了 橙红色的线路导向色 再次增强了乘客对一号线的空间感知 厦门地铁一号线公共区装修设计 去年五月启动后 厦门轨道集团组织设计单位多次带着问题 对广州 深圳等成熟的地铁城市装修进行调研取经 对厦门地铁的装修方案细节反复揣摩推敲 最终方案经过是规划为组织的专家评审 市委市政府审核后多次优化而确定 本台记者和同学员报道 2016世界城市日活动将于10月31号在厦门举行 作为世界城市日的配套活动之一 中德合作提高城镇化能效技术与示范座谈会今天举行 中德专家学者就全球化背景下 开展国家及城市间的超低能耗建筑和低碳生态城市合作展开研讨 德国是超低能耗建筑技术领先的国家 曾经建成世界第一桩超低能耗建筑 2009年 朱建部与德国能源署开展合作 在中国城镇化水平较高的城市和地区 开展被动房超低能耗建筑试点和推广 目前已实施30个项目 其中三分之一已竣工 包括了在福建南安的一个住宅项目 据介绍 超低能耗建筑可在常规节能建筑基础上 再降低80%的能耗 是国家重点发展的方向 中德双方每年都会选择部分城市 对这一超低能耗建筑进行路演 厦门是首次路演的城市 据了解 近几年厦门完成了 集美等新城和部分产业园区的低碳规划 把发展低碳产业 生态低能耗建筑作为发展方向 并在建筑节能上大力推广通风 遮阳 隔热的节能措施和技术 这与被动式超低能耗建筑的理念不谋而合 成为中德合作的坚实基础 下一步 厦门将再采用高气密性门窗 更多使用可再生能源等方面 进一步提高建筑的节能水平 那么我们也很希望能带来一些新的一些技术 那么也使得我们厦门市在绿色建筑 在建筑节能方面能上一个新的台阶 本台记者报道 记者从相关部门了解到 五元实验学校将进行扩建 目前项目正在环平公式阶段 扩建后的新校区将成为学校的初中部 根据环平文件显示 五元实验学校将在原校区南侧扩建新校区 扩建后学校的办学规模将达到90个班 原校区将作为小学部校区 办有54个班 提供小学学位2520个 扩建校区将作为初中部 办有36个班 提供中学学位1800个 总体来看 学校将一共新增36个班级 教职工人数也将增加100人左右 不过由于五元湾片区声援较多 学校即便扩建后 招生片区应该也不会扩大 据了解 新校区扩建项目将从本月开始筹备 预计2018年11月底前 本台记者报道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下市新闻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 敏南童谣是敏南方言的代表文化 也是敏南地区孩子们学习说敏南话 和做人做事的好教材 今天下午 由厦门广播电视集团组织的 敏南独测歌唱响新思路展演交流团 启程前往马来西亚 开展为期八天的交流展演 这也是展演交流团 首次走进海外敏南人聚集区 下午三点半左右 在厦门高崎国际机场的出发大厅内 展演交流团的26名团员们 正准备办理登机手续 这些团员主要由历届海峡两岸 独测歌广播电视大赛优秀选手组成 他们将前往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 马六甲五级波浪华文小学 槟城协和国民型小学 和马来西亚学生一起 举办三场独测歌专场演出 并参加在马六甲举行的 第五届世界闽南文化节闭幕式演出 那我们这次去呢 有六个节目 那么这个六个节目特点就是闽南味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原创 我们的歌曲基本上像《斗争作超》 还有我们的两首小合唱都是原创作品 哦 咱呀 咱呀 阿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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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了解闽南童谣在2008年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是闽南歌谣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本次独测歌巡演交流活动 是今年我市和东南亚一带一路沿线重点地区 重要的文化交流活动 也是闽南童谣首次在海外闽南人聚集区进行全方位的展示 我们也希望说通过独测歌 这样一个闽南童谣 能够搭建起厦门和东南亚国家的一个文化交流的平台 那另外呢 也让全球各地的闽南人能够通过独测歌 这样一个耳熟人详 至少就会唱的这个闽南传统文化 能够更紧密地联合在一起 然后加深闽南人之间的一个感情 本台记者报道 日前2016厦门市加更精神宣传乐 主题实践活动汇报演出及颁奖典礼在加更剧院举行 作为加更精神宣传乐主题实践活动的压轴大戏 这场演出汇集了戏剧 舞蹈 音乐 诵读等各种表演形式精彩分成 汇报演出中 厦门市远南小学学生带来的配乐师 《我听说》和夜说唱传传人林慧珍表演的 陈毅霸会陈家更 集美区三社小学学生表演的男音 异曲男音异故人等节目 再现了陈家更先生一生诚信果异 勤俭清廉的伟大品格 和爱国爱乡为国为民的感言故事 男生独唱和是我们共唱的歌 打鸡乐成长在阳光下 同声合唱 怀念未来 展现了国家繁荣 社会和谐 青少年在家更精神沐浴下 茁壮成长的美好景象 据了解 从2015年开始 我是就积极开展家更精神宣传乐活动 引领中小学生学习领会陈家更先生 爱国爱乡的精神 传承与弘扬民族精神 今年家更精神宣传乐最大的亮点 是20条精挑细选的家更语录 在各学校广泛送读 此外 家更语录新中纪 中小学现场硬笔软笔比赛 风火闲歌校园巡回图片展 家更止磨创意赛等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活动 也让学生更好的深入体会和践行 加工精神 今天上午 第二届中华情两岸美海峡两岸职工摄影展 在台北开幕 展览集中展示了两岸的秀美河山 以及多姿多彩的民俗风情 本次展览通过大陆职工拍台湾 台湾职工拍大陆的方式 从不同的艺术视角和多元的文化感知 多角度展现海峡两岸的自然风光和民俗风情 展览共展出120幅作品 其中大陆作者70幅 台湾作者50幅 在现场我们可以看到 很多平房小人物的生活场景 都成为了摄影作品的主题 像母女之间深情的对外 街边上孩童欢乐的奔跑 正是生活中的这些点点滴滴 才最具有打动人心的力量 这次展览的入选作品 已经于今年6月在厦门展出 今天开始在台北巡展 台湾的子工更多的了解大陆 大陆的子工也更多的了解台湾 这样的双方能够实现一种心理的沟通 厦门卫视驻台记者吴平凡 台北采访报道 昨天一场赛艇界的奥斯卡赛事 在景美区西林湾海域开赛 作为一项高端运动项目 中国杯赛艇多人艇公开赛 即中国赛艇大师赛 将在接下来的三年都落户厦门 让越来越多的市民了解赛艇 参与到赛艇这项运动当中 随着出发的鸣笛声响起 一艘艘赛艇犹如一条条飞鱼 伴随着双奖激起的水花 向着终点进发 本届比赛吸引了来自全国 上千名赛艇运动员参赛 经过激烈的角逐 江南赛艇俱乐部等13支队伍 分别获得了13个项目的冠军 吉美我不敢说他跟上海之前那些比有多好 但是我感觉现在他不亚于他们这些场地 因为他们这些场地可能是死水 可能是就是说水 就是说可能时间长了吧 然后我感觉这边会更好一些 颁奖典礼上 中国赛艇协会 与吉美区政府正式签约 达成中国杯大师赛两项赛事 三年落户吉美的合作协议 这里有一条最美的赛道 这条赛道非常适合赛艇比赛 而且完全符合国际比赛的标准 我们会把平时的赛艇训练 特别是青少年的赛艇文化的一直培养 选手的一些选拔 校季之间的一些赛艇比赛 也会作为一个重点来抓和来推广 记者王玉坤 高志强报道 2016中国厦门特防世界杯攀岩赛 昨天落下席幕 中国选手钟启欣多得速度赛第三名 昨天进行的是男女难度赛的决赛 这是攀岩一个全新的竞技项目 在15米标准国际赛道上 参赛选手根据专业定线组 依据难度设计的赛道逐一攀爬 每次攀爬时间为8分钟 成绩根据选手攀爬的高度来决定名次 值得一提的是 难度赛下方没有设置软垫 选手的安全仅由身上的安全绳 及下方的安全员保护 场面惊险刺激 经过激烈的比拼 共有8名来自东欧和俄罗斯等国的选手进入决赛 运动员在岩壁上 在那个高度做出很夸张的动作 比如说他的韧带非常好 他腿基本可以一字开等等等等 然后他抓入非常非常小的支点 或者是做一个跳跃的动作 这种的时候你会发现 人的极限是无穷的 最终意大利的基索飞和斯洛文尼亚的甘布雷特 分别获得男女难度赛冠军 俄罗斯的柯克林和波兰的布切克 则分别获得男女速度赛冠军 中国选手钟其心 夺得了男子速度赛季军 本台记者报道 随着信林大桥铁路供电杆修复工作逐步完成 从10月26号也就是后天开始 厦门火车站将恢复正常运营 除了厦门至福州洞6206 厦门至福顶洞6334 厦门至深圳北 洞2335 以及深圳北至厦门的洞2302 这四趟车在26号当天 还是在厦门北站道发外 其余厦门站的洞车 朴素列车 都将回归莫兰蒂前的时刻表来运行 而在26号以后 所有厦门站运行的114趟列车 都将回到厦门站始发中道 以上就是今天下市新闻的全部内容 获取更多资讯 您也可以关注厦门广电的 官方微博微信和看厦门手机客户端 明天见 明天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天见